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大家在便利店都會看到 全香港報紙的頭版一律被特區政府買起 全部登臨林鄭寫給香港市民的信 除了蘋果日報和大公文匯之外 一體軍戰 全部都有廣告廢代 這些完全是浪費公帑的表現 一不捍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二不爭取民主盡情 三不維護香港人的自由和人權 你還有什麼好跟市民說 今天他寫這封 完全是在響應韓正 他說要以香港人的語言 來宣傳和解讀國安法的立法 他正在做這些事 第一段是親切 各位香港市民 獅子山下同舟共濟 大家放開彼此矛盾 一起追求理想 是我們珍惜的香港 收檔了 你特區政府那些高官廢官容官 只懂得獅子山下 一尾就來濫用別人的黃瞻這首歌 麻煩你不要沾污啊 黃瞻啊 是不是呀 整天說什麼獅子山下 獅子山下的精神是被你這樣污你單刀的嗎 蛤 整班傢伙真是恬不知此告訴你 由梁錦松擔任財政司司司長年代開始 你這班特區政府的高官都不知提述過多少次 獅子山下這幾個字 實情是香港的基層市民的民間疾苦 你這班高官容官是體驗得到多少才行 別在這裏懶親切啦 還有啊 林鄭那些語言藝術真的非常之徹律 說完第一句懶親切之後 下面又是政治八股文 又是用回共產黨的語言 不如你不要說第一句是不是呀 懶什麼親切 有多少人會跟你林鄭共鳴 就算建制派那些人也不妥理 現在是局撐你的 如果你說的東西是沒有道理的話 無論你是以一個什麼的語言來包裝也好 你都只會是徒勞無功 到底他這封寫給香港人的信有什麼重點有什麼內容 他無非就是要圍住大陸 立港版國安法來說項 就向市民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在第二段就提到了 說過去一年 暴徒的暴力不斷升級 構成恐怖主義風險 這些就是完全的生安白做 無非就是想將示威人士去污名化 扣頂恐怖主義的帽子給你 就好讓你特區政府加強掃蕩 雷賴風行 給了一個正當性合法性 你走去鎮壓 喂 那些是什麼恐怖主義 請問 如果你真的要說恐怖主義 麻煩你找那些人去阿富汗 去伊拉克那裡考察一下 什麼才是真正的恐怖主義 你香港那些算是什麼 香港那些就叫做恐怖主義 麻煩你沒有那麼大的頭 就不要穿那麼大頂帽 真是 笑死國際 告訴你那些就叫做是嗎 蛤 真正那些是怎樣 麻煩你去考察一下才說 跟著那段他就說 說立法既有必要性 亦有緊迫性 其合憲 合法 合情 合理的基礎 無可置疑 這些就是完全的毫無誠信 當初你這個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全國人大常委 范徐麗泰 行政長官梁振英 你都全部人曾經說過 說國安法是不需要 放在這個附件三當中在香港實施的 現在又說要了 現在又說合憲合法 合情合理 總之你要的時候 你就一套標準 你當時沒有需要用到那一套的時候 又另一套的標準 一時一揚搬龍門 總之你就是 說什麼都是為之對的 市民說什麼都是為之錯的 那又何必要說 何必要寫給市民 這些信 你簡直死 就說中央說了算就可以了 何必要寫那麼大段這些廢話才行 好了跟著他講完也未算了 昨晚漏夜 凌晨12點的時候 特區政府發佈了一篇新聞公佈 標題就是強烈反對美國國務院香港政策法的 通篇文章的口吻就好像戰狼上身一樣 裡面又說到 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 就是由基本法賦予的 香港會繼續推行自由貿易政策 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單獨成員 香港期望得到貿易夥伴的公平對待 這些就是完全是愚蠢和自欺欺人的 如果你說這個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純粹是基本法賦予給你的 你到底這個獨立關稅區的地位是拿來做什麼的 你是拿來跟別人貿易的 貿易是雙方的 雙向的 是不是 你自己堅持說是一個獨立關稅區 如果跟你做貿易那個不同意 你不認同你的話 你自己說是有什麼作用 是不是 你自己說就是 你要別人國際社會認同你才行 但是美國跟你做貿易 美國不認同你 你就不是 不是由你基本法寫了 說怎樣就怎樣 大哥 中英聯合聲明也有寫說是獨立關稅區 那又怎樣 別人不認可你 你有什麼作為 不僅在這個位置沒有邏輯 然後他們還說 利用制裁作為威脅 以干預其他地方的政策 是違反國際法律和國際慣例 實際上在港美關係當中 任何制裁措施都是雙人劍 這個雙人劍《環球時報》的社評也有說過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抄回來 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寫完之後被你登記 他們繼續說 不僅會損害香港利益 更加會嚴重損害美國自身的利益 其實這個說法也不是第一次提述 前兩天邱騰華局長在接受《日經新聞》訪問的時候 他已經提過了 說美國如果對香港進行制裁的話 美國也會承受痛苦 真的不知道哪個痛苦 到底是美國痛苦 還是香港痛苦呢 請問 美國制裁香港是美國痛苦 什麼邏輯啊 如果不是你特區政府那些廢官容官 沒有把香港人的民意真實地反映給大陸 反過來就是幫大陸的政策補價護航的話 怎麼會是走到這一步 而且你經常說來說去都毫無新意的 三句不是 又說這個獨立關稅區的地位是由基本法賦予的 一時又說這個香港聯繫匯率制度 就是由香港的金管局來執行的 又不需要美國批准的 說來說去都是這些東西 請問有沒有新意的 這樣就可以叫做回應了美國的 現在美國的措施禮真 你有什麼應對辦法呢 似乎就是沒有 沒有你就收聲 說這麼多廢話有什麼作用呢 到其實香港的經濟會是怎樣的 大家清意坐吧 用不著你現在在這裡說什麼 拋浪頭嗎 真是 唉浪費了 接著就說說環球時報 他們今天那篇的社論就真是偉大了 標題怎麼說呢 美國挺著病身吹制裁中國的衝鋒號 裡面第二段又說到了 說中美之間的香港戰役已經打響了 美國氣勢洶洶 但是它能夠產生全局性的影響 實質手段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 將香港當成是中國內地去看待 而這個又是一把雙刃劍 這個雙刃劍就是 特區政府那篇的聲明當中也提過 也不知道是誰寫的那篇東西 所以是 將同時打擊美國公司 嚴重影響美國對香港的出口 這些說法就是 你兩邊互相來講來講去都是這些argument 反正就是說 香港就是最大貿易順差的地方 如果美國制裁香港的話 美國自身也有損害 都是說這些而已 但是如果別人已經是預料了 那怎麼辦 接著那段就更過癮 就說中國的城市裡面有金融中心 缺非是美方的因此 是中國人自己爭取的位置 可以這麼說 在中國的海岸線上 我們一旦將金融中心確定在哪個地方 誰都破壞不了那裡的權利和運勢 如果你真的可以點石成金就好了 上海的浦東和深圳的前海 一早就已經取代了香港了 為什麼搞足二三十年都仍然要依靠香港這個 金融窗口去融資 為什麼不能單獨通過上海和深圳來做呢 這些已經自打嘴巴了 接下來那段就說 過去香港發揮金融中心的功能 是在於他巧妙釋放出背靠內地的獨特優勢 並且做了中西之間最好的溝通者 這一段完全就是篡改歷史 扭曲歷史事實 早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初 香港就已經成為了一個金融中心 如果不是1973年的時候 怎麼會發生這個股災呢 當時怎麼會這麼慘烈呢 炒這個香港天線炒到 嘩巴巴聲那樣升 在當年已經含入了一個 紙醉金迷的年代 如廁撈飯就是那時候出現的 就是說在股市當中獲利 所以七十年代初 香港就已經是一個金融中心了 當時你大陸還在搞文革 當時你大陸有什麼生產 全部人穿的服裝是一式一樣的 廣東生產最好的食品就是要出口來香港 然後當時那些香港人 多辛苦也好 儲了錢買的那些東西 就拿回去寄上大陸 過年回大陸就穿幾件棉納在身 穿幾條褲 然後回去接濟大陸的親戚 喂 現在你反過來忘恩負義 就把整個歷史事實扭曲了 就要香港背靠你大陸才可以造成 金融中心的地位 這些完全就是散改歷史 有沒有搞錯 這些一是就無知一是就無恥 告訴你 怎麼會寫得出的 當時七十年代 就已經是金融中心了 告訴你 1978年才說三中全會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候 才決定要改革開放 麻煩你不要亂寫 這些東西 根本上大陸就很喜歡亂來的 那時候沙士也是這樣 又說沙士是由香港 守法的 大陸是大陸傳下來的 對不對 現在你這個金融中心地位 又是這樣寫 亂寫一通 完全是 當時就不是靠大陸的 告訴你 現在是不是就另一個說法 另一回事 起碼當時你說就不是 不要亂寫 告訴你 豈有此 所以看大陸的文章 一定要自己有個過濾 不能夠照單全收 因為他寫的時候 基本上是憑他自己的印象來寫 完全沒有做到這個事實查證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